人一旦开悟 你就再也不可能陷入到从前的那种愚昧 无知的状态中 你会活出全新的自己 仿佛脱胎换骨 获得了第二次的生命 拉开人和人之间距离的 就是心智的开悟程度 大家好,这里是赵雨霞 订阅我的频道 让你更快达到财富自由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七个开悟故事 让你瞬间领悟 五再迷茫 如果你能听懂以下的故事 证明你已经开悟了 如果听不懂也没关系 证明你的福报还没到 在一个偏僻的寺庙 有一个老和尚和小和尚 老和尚开悟了 小和尚没有开悟 有一天小和尚问老和尚说 师父 你开悟前和开悟后有什么区别呢 老和尚说 开悟前 上山砍柴做饭 小和尚问 那开悟后呢 老和尚又说 开悟后 上山砍柴做饭 小和尚听得很疑惑说 没开悟前和开悟后 也没什么区别啊 老和尚解释道 开悟前 上山是为了砍柴 砍柴是为了烧火 烧火是为了做饭 而开悟后呢 上山就是上山 砍柴就是砍柴 烧火就是烧火 做饭就是做饭 小和尚又疑惑了 那有什么区别吗 老和尚说 如果上山是为了砍柴 上山的过程就会很痛苦 如果砍柴是为了做饭 砍柴的过程就会很痛苦 老和尚继续说道 就像是人 上班是为了赚钱 那上班的过程就会很痛苦 如果上班就是上班 那就不会有痛苦了 上山如果为了砍柴 那么路上一路美丽的风景就会被你屏蔽了 如果上山只是上山 你就会有看不完的美景 人生就是如此 如果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上学是为了找个好工作 找好工作是为了赚钱 赚钱是为了买房买车 买房买车是为了显示自己成功 成功是为了买更好的房和车 买更好的房和车是为了显得更成功 无限循环 那么他一辈子都活在痛苦之中 大成者万念归心 魔道者满脑欲望 平庸者无心无脑 一切痛苦都是不懂人性 一切贫穷都是不懂伤感 元宵大师一次外出 夜幕已经降临 此时又饥又渴 可是荒郊野外哪有水喝呢 就在饥渴万分之时 忽然看到路旁有一汤池水 于是俯身便喝 顿时一阵甜美滋味如清凉甘露 甘渴得他每每喝了个饱 满到无比的心安 随后元宵大师 任意在身边的树下找了个地方 站住一宿 打算天亮再继续赶路 另一日晨曦光灿 他整理行装 准备继续前行 可当走到昨天夜里喝水的池塘边时 惊呆了 水里竟然沉寂了好多动物的尸骨 这一看 想到昨天在水塘里喝了那么多的水 一阵恶心涌现 更不得把昨晚喝进去的水一吐而尽 刹那 喝水时的甜美感受浮现 与耳心交叠 就在这一瞬间 他突然恍然大悟 卓越于精神 甘露于尸骨 不过万法一心 于是他当下顿悟 这些万事万物不都是如此吗 好与不好 哪个不是一时分别 照做出来的不同感受呢 这就是华言经所说 若人欲了之 一切为心照 这便是心生 则种种法生 心灭 则种种法灭 学生问庄子 在社会上立足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采用什么样的姿态 庄子说 跟我进山里 边走边现场教学 来到半山腰 碰到一群伐木的工人 正在叮叮光光的伐木 庄子就说了 你们仔细看这些伐木工人 他们砍的树有什么特点 学生们就说啊 砍的树很笔直 能坐房梁 能坐椅子 能坐船 都是成材的好树 庄子又说 那你们注意 路边有一棵大树 那么粗大 为什么没有人砍呢 有一学生就上去问 那个伐木工人 伐木工人就说 你不认识树吗 这棵树是一棵臭春树 味道是臭的 形状七歪八扭的 而且纹理也不规整 它根本就不成材啊 成材的树我要砍伐 不成材的树我砍它来干嘛呢 所以它现在长得又大又粗了 枝繁叶茂 庄子说 这件事就是自然的规律了 成材的就要被砍 不成材的就得以善终 能干的人都被累死了 不能干的人 就安全地混到了退休 学生说 明白了 我们确实应该收敛锋芒 不能展示的太能干 防止鞭打快牛被人累死了 庄子说 你只明白了一半 还有一半更重要 接着他们往山上继续走 有个农舍养了好多的大鹅 一见庄子来了 主人就特别高兴说 不止今天就不要走了 我请你吃铁锅炖大鹅 庄子带着学生在旁边看 就发现这个主人追着鹅去挑 看看哪只鹅适合 追得鸡飞狗跳 这鹅叫的是四处逃命 偏偏就有一只大鹅站在门口 也不跑 也不逃 神态安详 特别得意 而且主人也不抓它 学生赶紧向主人问缘由 主人说 这你不知道 这些鹅呢 有的会叫 有的不会叫 就这个鹅啊 叫得特别好听 有高山流水之音 就跟音乐一样美 我舍不得杀它 那些没有什么才艺的鹅呢 就把它剁了炖肉吃吧 你看这个有才艺的鹅呢 最后能得以善终啊 庄子又说了 你看 不成才的都被剁了吃了 有才华的人才能得以善终 你们得到了什么结论呢 学生们说 结论就是还得挣长才干 还得能干 还得冒奸 因为不成才的都被淘汰了 成才的都留下来发达了 那庄子说了 那你想想前面你说了什么结论 成才的倒霉了 被砍了 不成才的活得挺好 这不自相矛盾吗 那到底是成才还是不成才呢 庄子就说了一个成语 龙蛇之变 庄子说 一个君子应该要有龙蛇之变的智慧 该变龙的时候 你就变龙 在天上飞腾万里 春云突兀 展示才华 但是 如果条件不具备的时候 大地干旱 炎热酷暑 这个时候的条件不具备啊 你就落到地上 变成一条蛇 在变成蛇的时候呢 你在草莽之间 跟那些蚯蚓蚂蚁为伍 住在那个泥林的巢穴里面 吃着那个肮脏的食物 但是变成蛇的时候 你不能因为你曾经是龙 你就懊恼 你就抱怨 遇到砍树的领导 就是那些容易妒忌才华的领导 你就收敛锋芒 遇到杀鹅的领导 就是那些放手让你做的领导 你就展示才华 到底是收敛还是展示呢 取决于你周围的环境 他来了 频道会员福利 现已全面升级 我们新添加了会员专属影片 早加入 就能比同龄人早学习 马上点击加入频道会员 一起学习进步吧 你相信吗 人的命运90%不是事情决定的 而是心态 其实人的一生都在为心态买单 但是自己往往意识不到 你听过这样一个流传2000多年的空船理论吗 在《庄子山姆》里面讲了一个小故事 有人在河里乘船的时候 发现有一艘船正要撞过来了 他大喊想让对方注意 可是没有人回应 于是他就开始大骂开船的人不长眼 结果当撞上来以后 发现竟是一艘空船 于是他一下子怒火就消失了 也不生气了 其实生气不生气 完全取决于船上有没有人 很多时候 你生气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个人对你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而是觉得对方竟然这样做 很多人经常生气责怪他人 你怎么开车的 你不会排队吗 你眼下 踩我脚了 这些事 生气是因为从一开始 你就按照自己的价值观 在心里就预设好了他们应该怎么做 如果他们没这么做 你就会生气 背离你的价值观越多 你就越生气 你想想 五岁小孩插你的队 你不会生气 小猫如果踩了你一脚 你也不会生气 因为面对这两者时 你不会用固定的价值观衡量对方 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期待他们守规矩 这时候 我们应该把对方当作没有主人的船 心里明白不能要求对方 和我们的价值观一致 就没有人能伤害你了 王阳明说 一个人一辈子 看起来好像是在处理许多各不相同的事情 可是归根结底 其实人一直都在处理的 是自己的情绪和感受 假如你开着五万块钱的车 去出席一场聚会 聚会上呢 刚好有人聊到了车的话题 他们说五万块钱的车怎么能开呢 动力不足 不够美观 而且车标看起来还会让人觉得很没有面子 这个时候你的心里会怎么想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是开着一百万的车来的 那么现在你听到这番话又会是什么感受呢 问题来了 明明聚会还是这个聚会 说话的这些人还是这些人 前后说的话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那么为什么你的感受会发生改变呢 一个人在街头摆摊卖榴莲 卖了三十年 可是就是有人爱吃榴莲 有的人生来就闻不了榴莲的味道 但是人来人往 卖榴莲的一直在那卖榴莲 几十年来的生意也养活了他 爱榴莲的还是爱吃 讨厌的依然讨厌 一切都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如果你能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你将会获得真正的蜕变 其实我们人 除了肉体生病带来的感受是真实的 其他你感受到的一切 都是你的感受而已 并不真实存在 他们都是因为妄念而起 活动于人的本性之外 其实外在的物质世界只有一个 但是每个人的心中却有自己的世界 并且各不相同 这就是王阳明的心外无物 十方空无异 众生其分别 所有的定义其实都是由人做出 可是天空它就是天空 它并不代表自由 大海就是大海 和暴容无关 不管是五万块的车 还是一百万 它还是一辆车 并不代表你的人格和性质 看透了本质之后 你将能够游刃有余的 在各种感受之中穿梭 不再受苦于个人的感受 这个时候人家会是十分无敌的存在 能够与各种人交往 能够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这就是亡阳明星学的威力 自己的房子着火了 有的人拿一桶水去救 有的人站在一边袖手旁观 最终救的人也没把火给灭了 房子还是烧了 你觉得这个拿着水桶去救火的人 和这一个袖手旁观的人一样吗 莫子曾经碰到这么一个问题 莫子忙碌的到天下各地去宣扬奸爱 反对互相之间的伤害 有一天他碰到一个人 这个人问他一个问题 莫子先生 你到处去摇唇骨蛇 到处周游列国 跟别人讲奸爱 可是你改变这个世界了吗 我对这个世界冷眼旁观 不管不问 这个世界因此变得更坏了吗 也没有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没有因为你变得更好 也没有因为我变得更坏 那么请问莫子先生 你跟我有区别吗 这话里面还有一个意思 人家就是在讽刺他 知道干不了还在那干 那么你觉得做了半天 最终也没做成 然后一个人早就看穿了做不成 所以干脆冷了心 一直在旁边什么都不做 那你这样做有价值吗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有疑惑 我们看看莫子怎么回答的 莫子说 比方有一栋房子着火了 我赶紧拿着一桶水去救 你袖手旁观 最终这个房子被火烧掉了 我没救下来 请问我们两个一样吗 如果你要觉得一样 我再换一个思路 假如这个房子就是你的 你觉得一样吗 那人马上觉得不对了 我自己的房子着火了 我的邻居们都来拿着水帮我救 虽然这个火没救灭 我心里是温暖的 但是如果邻居们都在袖手旁观 我的心也就冷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有一个态度 这个态度并不是一定能够把这个事情做成 而这个态度是给这个世界一个希望 因为有了这个态度 这个世界就有了温度 态度没有了 世界的温度就没有了 春天来了 只要天地给了世界一个温度 那么这个世界自己会让鲜花盛开 让谷物成长 气场就变了 所以你要想让你自己的人生 像春天一般的人生 那你就必须让自己有一个态度 不然你就没有生机 态度就是你自己人生的生机 就像温度是天地的生机一样 一件事情最终没有成功 那么你没有付出努力的不成功 而付出努力以后的不成功 看起来都是不成功 写成文字都是三个字 但这三个字它的质量是不一样的 因为过程的经验已经积累在结果之中 努力以后的不成功 这个不成功是有温度的 它哪怕是死灰 也会复燃 佛教第一个开悟的人 释迦牟尼 也就是佛陀 他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开悟的呢 在释迦牟尼还是王子的时候 有一天他走到王宫的洞门 看到了一位古兽如财的老人 然后他又来到了南门 看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 他又走向了西门 又碰到了一位刚刚辞世的老者 身边的家属都哭哭啼啼 就在这一天夜里 身为王子的释迦牟尼失眠了 他这一宿都在想 世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 于是他决定去寻找答案 准备踏上修行之路 释迦牟尼放弃了奢华的生活 放弃了尊贵的地位 悄悄走出了王宫 他选择剃度出家 选择苦修的道路寻找答案 也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释迦牟尼 他的原名是西达多乔达摩 释迦牟尼先是来到 尼泊尔北面的喜马拉雅山 山脚下那边有一片苦行林 很多苦行生就在那里打坐苦行 有人把头吊着 有人一直举着胳膊 有人把自己的半截身子埋在土里 他们认为 让自己不痛苦的方法就是 以毒共毒 就是苦行 于是释迦牟尼也跟着苦行 每天就坐在那里打坐 每天只吃一餐 每餐只吃一麻一脉 这样的苦行整整休了六年 突然有一天 他晕倒在了树林旁 这个时候 他正好听到了远处琴声的弹奏 弹琴时如果琴弦太紧 声音就会变得尖锐刺耳 如果琴弦太松 就会找不到阴调队的 过分的贪图享乐 就会深陷在利益的抉择之中 过分的追求苦行 就会指不在得失的对抗之中 只有偏离极端 才更容易知晓某些真谛 于是他放弃了苦行 选择了两个极端的平衡点 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一切顺其自然 带着这种心态的释迦牟尼 来到了菩提加耶 找到了一棵菩提树 在树下他开始产定 总结过去的经验 并立下誓言 不能开悟 我绝不起身 而在第七天的夜晚 他在星空下望着满天繁星 终于大彻大悟 得到成佛 之后成为佛陀的释迦牟尼 就带着五位弟子 开始传授自己的感悟与佛法 其实佛陀传授佛法 却并没有创立佛教 佛教是后来他的追求者而创立的 所以开悟的第一个要点 就是吃苦并不会让你开悟 世界上最无耻最阴险的赞美 就是用穷人的艰辛和苦难 当作励志故事 去愚弄底层人 比如说怀孕八个月的女子 雨夜送外卖 年过八十的爷爷捡废品 养活两个孙女 这些人无时无刻不再告诉你 这个社会上你不是最惨的 比你惨的人多的是 长大后才发现 这些苦难文学其实根本没有必要 梅花香是因为它本来旧香 和它是否经历苦寒 其实没有多大关系 就像丑小鸭为什么会变成白天儿 灰姑娘为什么被王子看上 不是因为他们经历了这一切苦难 赋予他们什么 而是他们本该就该拥有这一切 丑小鸭能变成白天儿 是因为它本来就是白天儿 而灰姑娘被王子看上的前提是 它本来就很美 是金子总会发光 是因为它本来就是金子 石头磨光了也发不了光 永远不要相信苦难是值得的 苦难就是苦难 苦难不会带来成功 苦难不值得追求 不要试图从别人的苦难中 品尝出感动 他们身处苦难不是为了让我们共情 更不是磨练自己的意志 是因为他们无法避开苦难 好消息 我将免费送出 价值199美金的 YouTube赚钱精华课 给首30位小米 马上点击以下链接报名上课 相信大家都会好奇 释迦摩尼所说的大策大物指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要找到 一 宇宙最初的来源 二 人类生命的起源 三 也是最重要的 要找到如何消除一切痛苦的方法 这就叫正德菩提 大策大物 他在菩提树下 觉悟后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大地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但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德 这段话告诉我们 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无益 都有觉悟性 都可以开悟成佛 只是因为有了妄想之作 所以成了凡夫俗子 佛陀认为 众生皆苦的原因都在六道轮回里 而产生六道轮回的根本 来自于三点 贪 称 吃 也被称为三毒 三毒是万物皆苦的根本原因 要脱离轮回 脱离苦难 就要断舍三毒 贪 是对顺境起贪爱 非得到不可 否则 心不甘 情不愿 称 这对逆境深称恨 每称心如意就发脾气 不理智 意气用事 吃 是不明白是理 是非不明 善恶不分 颠倒忘取 佛陀也领悟到 无主宰 非自然 是指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神 或者是任何主宰一切的存在 也就是没有什么上帝和阎罗王 而我们人呢 也不是由神创造的 当初达摩祖师来到少林寺 他就看到很多的僧人在那静坐 他就问他们你们在干嘛 他们说 我们在禅修 达摩祖师又问 禅修干嘛呢 圣人答 喊羞成佛 明星见性 达摩祖师就没说话了 第二天 达摩祖师就拿个瓦片在石头上磨 然后其他的人看着就好奇怪 问他说 你在干嘛呢 他说我在磨瓦 他们又问 你磨瓦干嘛呢 他说 我磨瓦要成镜子啊 所有人都说疯了 这个瓦片越磨越模糊 怎么能成镜子呢 那达摩祖师就说了 磨瓦不能成镜 那禅坐怎么能成佛呢 他这个就是为了度大家的一个禅机 你有所感悟吗 所以什么是禅修 并不一定是坐在这静坐15分钟 或是半个小时 有的人坐两个小时腿都坐麻了 那不一定是禅修啊 如果你的心里面还带有执拗 还带有各种杂念 各种放不下 持续万千 那你坐三年也等于白坐 真正的禅都是生活之法 每一个人 你在生活里面 就像在厨房里面做饭 他都能够成佛 都能开悟 其实我们心里面会经历各种念头 各种事 各种人 但是我们不要跟他打架 允许一切发生 接受一切存在 所以所谓的修行 不是苦修或者是禅定见到上帝就能念成的 而是要靠自己热常修行 戒掉三读 庄子对于死亡说得非常的透彻 有时候你看的 都会觉得说太过分了一点 他说 古代有四大美女 有一位叫做黎基 他爸爸是一个守边疆的官员 从小住在边疆 没有见过繁华的市面 连自己长得很漂亮也不知道 结果进国的国君 到处寻室 看到美女就往宫里抓 看到黎基这么漂亮的女生 怎么会放手呢 他立刻要娶她 黎基第一次离开父母亲 他哭了一天一夜 到了靖国的王宫里面 才发现跟大王一起吃一大桌菜 太好吃了 所以大张床太舒服了 就说早知道我就不要哭了 庄子的比喻是 你怎么知道死了之后会痛苦呢 也许死了之后会跟进王宫一样 早知道我就先来的呢 但庄子是不赞成自杀的 后来他自己快要死了 他的学生们很同行他说 老师你这么有学问 但这辈子太委屈了 所以你过世以后呢 我们会想办法邀请你好友 好好办一个丧礼 庄子说 千万不要 天地就是我的棺材 日月就是我棺材上的装饰 还有万物作为我的葬送之礼 我干嘛需要办什么丧礼呢 你们就把我丢在矿野就好了 学生说 不行啊 老鹰跟乌鸦会吃你身体的 庄子说 你们从老鹰乌鸦口中把我抢过来 买到地里面给蚂蚁吃 你们干嘛对蚂蚁这么好呢 他讲自己的身体 好像是讲别人的事情一样 你学到家之后就会发现 许多人间的关怀都可以暂时放在一边 因为你关怀不关怀 它还是会发生 还不如设法去了解生命 只要今天活着 一定有你活着的理由 据庄子 自乐中记载 庄子十乐七子 老朋友惠子前去吊咽 却见他在骨盆而歌 敲打着瓦盆唱歌 惠子不解 责备道 少夫人嫁给你 为你生儿育女 为你洗衣做饭 辛苦一辈子 死了 你不哭也就算了 居然还骨盆而歌 太过分了吧 庄子却说 妻子刚死的时候 我怎么可能不伤心呢 但仔细一想 这个世界上 原本就没有这生命 别说生命 连行和气也没有 只有一个无 无生有 有了行和气 然后有了生命 放生放死 放死放生 就像春夏秋冬 世纪循环更替一样 生与死有什么区别吗 所谓生 就像人在旅途 所谓死 就像回到家里 我妻子现在回家睡觉了 而我却在这里 哇哇的哭伤 不是很搞笑吗 从大的角度来看 死也就是生 生也就是死 生与死之间就像一条 没有阻隔的大道 他们并没有起点或者终点 明白这个道理 你生于世间并不会更加欢喜 离开世间也不会觉得是祸患 感谢加入会员的小米们 还没加入的 马上点击加入频道会员 观看会员专属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